還是那句話 我不希望共產黨滅了 疫情結束了 在北京盤古天安門相繼的時候 戰友不在了 我希望一個也不能少 在北京見面 這才真叫贏 那我們有多牛叉啊 大家想想 共產黨滅了 人類的疫情經過之後 還是我們先報的量 我們警告了全世界 拯救了全世界 最後我們到北京去相聚 我們還活著 咱得多牛啊 戰友們求求你們啦 這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相信上天 會給我們爆料革命的戰友們 一個常人沒有的機會 但是我們要珍惜 要自愛 要自重 要自明 要明啊 今天的WHO 我在之前就說過 會不會宣布全世界屬於這個流行病啊 它一定會宣布的 這個王八蛋 譚書記 這些人都會被清算的啊 跟共產黨走在一起的 現在全球流行病的公佈以後 就宣判了它自己的死刑 接下來 他要聰明的話 他馬上宣布全人類最高危 人類上最高危的病情 建議全世界各國隔離 生存為第一目的 提出最嚴重的警告 並且要求共產黨必須提供所有的數據和信息 他不做這個 WHO完了 全世界都給他算帳了 都給他算帳了 譚書記是完了 這和共產黨站在一起的都將完蛋 都將完蛋 好